前辈的路不是地图 前辈的路给了我方向 但它并不是我演一样的地图 争取下部戏 永远演得比上一部戏更好一点 才是最重要的 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巧合 是在医院排队 然后正好挂号的后面是一个 在广告里面作为选举导演的 正好就排在我们后面 看到我妈抱着我 机缘巧合就选中我 然后我就顺利地拍下了第一支广告 拍到五岁就拍了第一部戏 每个小朋友在四五岁那个阶段的时候 都会有自己的兴趣 主要是看家长怎么引导 我其实那个时候 在镜头面前就非常有表演欲望 我父母也觉得我既然不怯场 又比较开心 也愿意就是这样培养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就内心就已经被 我热爱的表演事业所占据了 就是不知不觉 你就会把演员当成一份职业了 从小就在这个行业里面长大 我更多地知道如何正确地去做一名称职的演员吧 每拍一部戏印象最深刻的永远都是 去怎么样塑造一个角色 这些叫苦叫累的都算不上什么 让他们杀我好了 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前拍一部戏叫自古英雄初少年 郑佩佩老师 是香港非常有实力的前辈 那场戏拍的时候 他已经被别人打晕了 在地上躺着 天气那么寒冷 加上身体也不是那么的好 他依然选择躺在地上 等待着工作人员 把机器也好 把光也好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是一名非常敬业的演员 那我以后也要这样 不管入行多久 每天都要当成入行的第一天吧 这个很重要 每天都要有一颗热忱的心 也要每一部作品 等待好剧本的出现 作为演员 我是想尝试任何类型的角色 对 这是演员的野心 这是我的野心 但是你没有鸡鸡钻 你就不能懒这个雌雞活是吧 所以说如果 适合自己算一种类型的话 那我会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 影中呢 饰演的角色是一个武将 武将嘛 就是非常能打 非常英勇 有很多打戏 动作嘛 当然是有一定的困难 那其实最大的困难 就是拍摄现场 非常的炎热 那我们每天都要 穿着非常沉重的盔甲 然后还要领着雨拍摄 那其实是挺苦的 但是大家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所以都觉得还好 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应该对自己所拍摄的作品 用有无限的热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坚持的事情 那有时候我也会坚持 我也会坚持自己的角色 就是在某场戏 斗破沙海 都会有一些讨论 一万个人心中 有一万个哈姆雷特 每个人对角色的理解都不一样 全是一个角色的时候 必须得坚持自己 一些对角色的理解 当然也要听取他人的意见 不可以过于坚持 要在中间找一个平衡点 每一代年轻人都会有 都会有新的想法吧 但是每一代年轻人 都会犯同一个错误 就是有时候可能会 太过于自信 我也一样 优点和缺点 永远都是那两个 优点就是 我们是新鲜的血液 我们有新的想法 那缺点就是 我们还能 不知道将还是老的辣 正是因为有这些 前辈们 对我们这些后辈的 指导也好 期待也好 希望也好 所以我们这一代 才应该做得更好 肯定做得更好 必须做得更好 作为一个演员 终极目标 是向这个整个社会 传达真善美 能被人喜欢 能被人关注 是演员最中心的事情 更像是一份责任 抖音 字幕 李宗盛